说起太监 很多人都会产生不太好的印象 脑海中浮现出一些阴险的面孔 是常有的事情 这是因为历史上有太多臭名昭著的太监存在 而各种艺术形式的刻画 更让人们对他们的恶行和丑陋形象铭记一心 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 身体上有缺陷的人 心理问题的发生率会显著增加 古代太监也被称为宦官或阉人 基本上都经历过阉割手术 导致了身体的不完整 所以太监出现心理问题是正常的现象 一旦太监获得权力 就越可妄被人尊重 这种心态可能导致走向极端 成为祸国殃民的人物 当然这种情况因人而异 每个人内心都有善与恶的两面 如果善良控制住邪恶 就会行善积德 做一个好人 相反就会堕入邪恶之路 成为凶残之徒 太监中有些犯下了 十恶不赦的罪行 当然也有行善积德的人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主人公 就是一个优秀的太监 这位太监为了救人 伪造了圣旨 最终拯救了数千人的生命 他被誉为历史上最令人敬佩的太监 至今仍受人们歌颂 他的名字是张巨翰 张巨翰自得清 主要活跃在晚唐和五代初期 自安史之乱后 宦官的专权和对朝纲的破坏一直存在 虽然有皇帝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但结果只是换汤不换药 除了宦官 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由于宦官无法生育 他们流行任养肝儿子 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张巨翰在唐义宗时期 被叶廷令张从梅收养为义子 正是凭借义父的帮助 他才踏上了历史舞台 由于他工作认真可靠 善于进退 受到上级的赏识 先后担任学士院判官 疏密成旨和内服令 唐昭宗内心实际上 还保持着一些雄心壮志 因此在继位后 他努力奋发 希望恢复大唐的辉煌 然而 整个局势已经陷入了混乱 形势根本无法改变 后来在军阀诸泉中 朱温等人的威逼下 昭宗对宦官和监军 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 导致许多太监在乱军中丧命 由于张巨翰与幽州节度 使刘仁公有旧情 刘仁公收到中央命令后 并没有听从命令 将张巨翰杀害 而是将他藏匿起来 因此张巨翰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当时朱温势力强大 肆无忌惮地践踏法际 在杀完宦官后 他甚至将昭宗也杀害 彰显了他想成为皇帝的野心 朱温的暴行 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反感 各方势力开始发生冲动 906年 朱温进攻刘仁公 刘仁公不敌 便向李克用求援 最终朱温被击退 在这次战斗中 张巨翰表现出色 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 引起了李克用的主意 成为他的得力将领 他正是从太监转变为军人的身份 张巨翰在军队中 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治国智慧 多次击败朱温的军队 受到了李克用的高度重视 李克用去世后 张巨翰继续跟随他的儿子李存旭 李存旭是五代十国时期 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 有了张巨翰这样的得力助手 他的实力不断增强 最终登上了皇位 张巨翰是一个聪明的人 他不愿卷入朝堂的尔虞我诈 和权力斗争中 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他懂得保持谨慎 避免与他人争斗 低调行事 然而 当他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时 他仍然会挺身而出 在同光三年 李存旭率军出征蜀国 在后堂强大的军力面前 蜀王最终失败并投降 然而 李存旭陷入疯狂之中 发布了一道命令 要求将蜀主及其家人 全部残忍杀害 当时 蜀王一行人有数千人 并且他们已经投降 李存旭的行为极不恰当 尽管张巨翰苦苦劝阻 但没有效果 因此 在获得圣旨后 他不顾个人安危 私自修改了圣旨 事实上 张巨翰只修改了一个字 将蜀主的王眼一行 改成了王眼一家 没有人能预料到会 有人胆敢私自修改圣旨 正因如此 赏千名受牵连的人 得以幸免于难 事后 李存旭忙于自己的事务 没有追究此事 而张巨翰因此而声名远扬 在混了吴旭 礼乐崩坏的五代十国时期 张巨翰却能一直保持 善良和公正的心态 坚守做人的底线 这真是非常难得 从张巨翰一生的言行来看 他确实配得上 最可敬太监的称号 晚年 张巨翰不愿在涉足政治舞台 因此向皇帝请求刺官 并得到批准后 隐居于山林中 安详晚年 最终 他在山林中 平静地度过了一生 不愿意 我一生 我一生 我一生